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在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首批机台进场典礼上宣布 一期工程将升级至4nm,2024年量产 同时启动二期工程,计划在2026年量产3nm制程 两期工程的总投资额增至400亿美元 而在此之前,半导体系片大厂,环球晶投资5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州 12英寸半导体系片厂,也已经开工建设 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显示 台积电占据全球半导体代工54%的市场份额 其中超过一半的营收来自美国客户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就表示 把台积电投资带进美国是一季高招 有望改变产业发展形势 一名半导体行业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赴美扩大投资 地缘安全也是主要驱动力之一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 创办人张忠谋过去也认为 美国已处在半导体产业链顶端 不仅在设计端保持领先 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生产和电子自动化设计软体方面也占主导地位 因此没必要回头 再以比台湾高出50%的制造成本去追求制造端的产能 也就是说台积电此举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纯商业决策 半导体产业链可以被分为若干环节机台设备 EDA软体 晶片设计 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 其中 前三个环节 美国均有绝对优势 而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环节 由于强制造业属性 人力成本高且回报周期长 在美国长期不受关注 生产中心早已已到亚洲 2021年 白宫的一份供应链问题报告中指出 20年前 美国半导体生产在全球占比为37% 如今只剩约12% 目前 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 90%的生产能力都集中在台湾 这种集中让不少国家都有所担忧 一方面 持续两年的晶片短缺危机 让半导体全球分工变得脆弱 另一方面 先进半导体正成为各国技术竞争的关键部分 而台湾独特的地位 放大了其在技术博弈中的风险 随着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 宣布扩大在美国的投资 下游的台湾半导体封测厂商 后续是否也将考虑赴美建厂 以提供晶片或主流 FC倒装晶片工艺等尖端封装服务呢 据台湾电子时报报道 消息人士指出 日月光等台湾半导体封测厂商 评估在美国建厂的可能性时 将考虑三大因素 一是IC封装测试更接近系统组装商 二是封装晶片的预输成本要高于晶圆 三是封装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美国面对的人才挑战将更大 此前群一投顾董事长认为 海外设厂趋势不可逆 但仍不影响台积电 在晶圆代工领域的领先地位 但长期而言 不排除未来会有更多台湾的半导体厂商 跟随台积电赴海外设厂 台湾半导体设备等在台湾的投资专案 是否因此下降 值得留意 在美国政府将提升半导体本土制造能力 提上优先级的背景下 台积电扩厂成为整体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美国新政府执政后 推行全面的供应链韧性战略 不仅将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 作为打击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利器 并希望重建美国半导体制造能力 不久前 美国通过晶片与科学法案 该法赤资约532亿美元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补贴和研究经费 以及提供相应的税收抵免 在过去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 政府极少通过直接补贴的方式 干预一个发展成熟的产业 但现在美国也开始学习中国等国家 对产业的干预越来越深 要知道 过去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没有产业政策 但这部法案则是非常典型的产业政策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就表示 晶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 对为台积电等公司提供长期的确定性 对于促使他们扩大对美国投资至关重要 目前台积电月产能可达200万片 与此相比 美国新厂届15万片的月产能并不惊人 但是 该厂生产晶片集中在先进制程 技术含量非常高 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一旦台积电工厂开业 他们将生产足够的晶片 来满足美国每年60万片的需求 从此 他们将不必依赖其他任何人 来制造美国需要的任何晶片 在亚利桑那州 台积电的迁入也成为 现任美国政府的政绩工程之一 过去亚利桑那州长期偏向共和党 但民主党在当地影响力正在扩大 如今该州已成为摇摆州 美国有意将台积电打造成标杆项目 一是维护供应链安全 二是压制中国技术进步的博弈过程中 获得主动 三是带动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复兴 促进就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 是美国在产业上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 而且赴美工作 对不少台湾员工极具吸引力 外界关注这些赴美员工所持签证类型 台湾业内经常会说 如果有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 那么发绿卡就好了 一些新的动向还在出现 据海外媒体报道 为了分散地缘风险 台积电考虑在日本扩张的可能性 而同样是为了分散地缘风险 苹果计划减少对亚洲晶片生产的依赖 将扩大对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采购计划 也可能购买更多欧洲制造的晶片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 建设二期工程之后 12月上旬再传来消息 台积电可能也将加码在日本的投资 据日本东京电视台TV Tokyo独家报道称 台积电接受东京电视台专访时表示 除了目前在雄本县兴建中的工厂之外 还考虑在日本兴建新工厂 目前台积电与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 日本电庄共同投资运营的雄本晶圆厂 JASM正在建设当中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86亿美元 其中台积电此前已批准的投资额 约为21.234亿美元 将持有大部分股权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的计划 投资约5亿美金 将取得JASM不超过20%的股权 日本电庄预计投资3.5亿美元 将持有JASM超过10%股权 目标于2024年底 开始量产22奈米至28奈米制程 月产能5.5万片12英寸晶圆 未来还将升级至更高效能的 12奈米至16奈米制程 后续不排除再提升制程 新厂预计招募员工规模达1700人 其中有320人来自台湾 索尼将派遣200人 其他的1200人则会招聘新人 业界预期 台积电日本JASM核资厂量产后 主要为日本索尼生产CMOs影像感测器 并会建立车用晶片生产线 以满足日本电桩等汽车客户的需求 在美国之后 还考虑在日本兴建第二家新工厂的 半导体巨头台基点 在科技大战愈演愈烈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趋于区域化的背景下 也已经看清全球科技战略未来的趋势 这就注定它已经不能 只从商业角度做决策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订阅 点赞 ich show 感谢观看